拒絕受邀出去玩耍 兩少年超商外遭追砍 呃...嚇死 超商外的人行道 散後一堆有血跡的衛生紙 好可怕 北市中校東路五段這間超商外 昨晚上演路邊砍人事件 還蠻多人的 很驚人 一群大亂鬥 一群屁孩 屁孩大亂鬥 一名17歲少年和18歲的國姓男子 雙雙被開刪刀砍傷 一個傷的是四隻 一人則是頸部受傷 警方調查他們之所以被砍 是因為之前在撞球場 拒絕朋友的邀約 又在網路互嗆下才會被尋仇 警方調閱監視器 正在釐清砍人嫌犯身份 幹嘛人家不想跟你一起出去玩不行喔 還要拿開山刀砍人 突發中心有點Over了啦 報導 政黨絕對不能收買蘋果 但你可以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